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叔的频道 中国最西北新疆自驾游的第17天 今天要从伊宁出发走伊昭公路去昭苏 然后再从昭苏到八卦城特克斯 算是走了一个大直角 全程大约190公里 昨天晚上查到伊昭公路今天会通车 兴奋的早上6点就醒了 起床抽根烟看看窗外 伊宁的清晨6点还如同黑夜一般 继续整理视频,不知不觉又睡着了 再一睁眼算是自然醒吧 看看表已经是上午10点 伊宁的天气仍旧是非常美妙的大晴天 打电话到昭苏交警大队 确认伊昭公路因前几天暴雨预警关闭 今天确实刚刚开通了 小朋友们一听今天要走伊昭公路 也都兴奋不已 着急着下楼去领早餐 简单吃了一点早餐 11点收拾行李退房 从酒店出来沿着解放南路向南走 转到新华西路的时候 正好看到路边的解放南路清真寺 一会准备开车再走一遍伊犁河大桥 沿着新华西路转到伊犁河路 一直走下去就只伊犁河大桥了 现在导航到昭苏 地图现实一路通畅 今天我就不开车了 准备好好欣赏欣赏 伊昭公路美丽的风景 伊昭公路实际上就是237省道 北起伊宁市伊犁河二桥 往南翻越乌孙山之后 有23公里与219国道并线重合 直到昭苏县 很快沿着伊犁河路又来到了伊犁河大桥 从大桥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 伊犁河南岸的伊犁河游乐园 今天又会有许多的小朋友来这里 度过美好的夏日时光了 走过伊犁河大桥就算离开了伊宁市 进入到了查布扎尔西伯祖自治县境内 这里距离查县的县城只有10公里的路程 现在从伊犁河大桥走出来的这条路是313省道 路况一直都很好 路两边绿树陪伴 这里好像是查县的两个村庄 眼看前方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 这就是237省道与313省道的交叉口 前方直通查县的路口封闭了 只能继续走313省道向东绕一大圈 刚在路牌上看到有一个都拉塔口岸 这是查县与哈萨克斯坦之间的一个边境口岸 据说从伊宁经都拉塔口岸到阿拉木图 比从霍尔霍斯口岸出境的阿拉木图要少走100公里 沿着313绕下来 大约中午11点半 我们来到了查县的检查站 在这里不仅要检查行车码身份证 而且还要把车停在路边下车去登记信息 查县的检查站很有特色 看上去像是古时候住房军营的碉楼 在检查站的后面 一席可以看到一个驿站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好像是大西迁游客驿站 在这里检查登记也只用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 11点40继续启程 小朋友们突然发问 大西迁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简单说 大西迁是一种精神 在西伯族中还是一个节日 沿着313省道绕了一大圈 当完全绕过查布扎二线城之后 便又与237省道交叉 继续向西执行 能到独拉塔口岸 从路口左转进入237省道 就是著名的宜昭公路了 现在宜昭公路山北到查县路段正在拓宽 估计以后再来应该会更加好走了 宜昭公路从位于北天山南路的伊犁河汉出发 穿越乌尊山直到南天山北侧的昭租县 纵管伊犁河谷 连接起了多姿多彩的景观 但受到天气和路况的限制 其山地路段每年仅在6月底到10月初开放通行 而且随时可能因为气候原因封路 前两天伊犁暴雨导致的封路 在今天刚刚又重新开通 所以说宜昭公路可谓是现实版的夏季公路 当然更可以说是现实版的百里画廊 从查县到山北坡的这一段公路 基本上算是一马平川 也没有什么特色的景色可言 不过我们离远处的乌孙山会越来越近的 查布扎尔在西伯域中是粮仓的意思 查布扎尔县成立于1954年 是全国唯一一座西伯族子之县 西伯族人最初游牧于东北大兴安岭东路 时代以狩猎捕鱼为生 1582年 努尔哈治将五万余西伯人纳入拔旗军 在后来长达36年的战争中 西伯人跟随努尔哈治 为其统一各方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 清乾隆22年 也就是1757年 清朝平定种各尔贵族叛乱后 查布扎尔地区还是荒芜人烟的原野 在乾隆29年 也就是1764年 清朝政府自东北调遣西伯军民四千余人 以图伯特为首领 从圣经 也就是现在的沈阳 西伯家庙太平寺出发 西千至新疆伊犁 进驻查布扎尔屯坎树边 据说1764年农历4月18日 是西伯军民从圣经启程的日子 所以农历4月18这一天 便成为了西伯民族的西千节 西伯族先被 肩负数位边疆的神圣使命 抵御外辱 开渠辟地 振兴边垂 这一万里西千的壮举就被称为大西千 公元前三世纪前后 查布扎尔地区是塞仁 大肉汁和乌孙的游牧地 公元前60年 西汉设西域都护府 乌孙归起统侠 查布扎尔被正式纳入汉王朝版图 汉武帝先后将细菌公主和解忧公主远嫁无孙 公元5世纪到12世纪先后有 柔然、月斑、西图爵和齐丹等部落在此游牧 与中原地区联系逐渐增多 16世纪之后 成为蒙古准格尔部政治宗教的中心 1762年 清政府在伊犁设立伊犁将军 查布扎尔贵旗统侠 1764年 西伯先被大西千至此 为祖国的统一边疆的稳定 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直至今日 土伯特开瓦大局 卡尔满阿抵抗沙俄侵略的英雄故事 仍广为流传 经历两个半世纪的传承与变迁 如今东北西伯族 与新疆西伯族的风俗习惯 以及通用的语言文字的差异逐渐扩大 查布扎尔西伯族完装保留了 西伯族语言文字 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查布扎尔西伯族自治县 位于新疆西天山之脉 乌孙山北路 伊犁河以南辽阔的河谷盆地 北部隔着伊犁河 与伊宁市及伊宁县 霍城县相望 南部以山为界 和昭苏县特克斯县匹连 东陵拱流县西域哈萨克斯坦接壤 查布扎尔除了是全国唯一的西伯族自治县 同时还素有射箭之乡的美誉 沿着伊昭公路一直往南走 笔直的公路直通穆孙山 经过几个十字路口之后 路边出现一座白石峰 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白石峰欢迎您 这里倒像是伊昭公路进山之前的一个检查站 前方的路开始变得起起伏伏 邻近山脚下路边有一处白石头堆垒的骆驼驿站 经过骆驼驿站便开始缓慢地上坡 拐过两道弯之后路边还有两处驿站 这都可能是进山前的休息处或者下山后的休息处 经过了山脚下的几处驿站 接下来就开始爬山了 无数的弯道开起来还真是好玩啊 路上的车速都不快 我们也不着急慢慢开 今天我可以好好的欣赏欣赏风景了 一朝公路是一条典型的季节性公路 同时也是古丝州之路 公月道的其中一段 位于山区里的40多公里路段有100多个弯道 而且都是急弯和斗弯 道路险均异常 从45公里路碑到105公里路碑的这段路受季节影响 每年只在夏季开通三个多月的时间 一朝公路的沿线可谓是风景如画 据说经常会出现一日游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壮美奇景 进入山地 公路上不允许随意停车拍照 一朝公路沿途大概设有八个观景台及观光点 因为一朝公路禁止七座以上的车辆通行 所以在这里开车一路上都是自驾的小车 比去和穆喀纳斯要舒服多了 跟着前车顺着跑就好 基本上都不用超车的 大概刚过56公里路边路边有一处饮食停车区 恰好有一个空车位 现在大概是中午12点40 从茶县打席前检查站开出来正好一个小时 停下车休息休息 好像远处就是武孙山的最高峰 白石峰 进到山里虽然大太阳晒着 但并不感觉热 反倒小风吹过感觉很凉快 在这里玩了十分钟 然后开车继续前行 接下来估计是要翻越白石峰 车子还是一路的上坡 一般自驾来新疆的游客都知道 在新疆有一条著名的独库公路 全长561公里 因其道路齐险以及沿途景观丰富的特点 独库公路可以说是来新疆自驾必须的一条公路之一 相比独库公路来说 一朝公路仅122公里 从规模上显然难以相提并论 不过一朝公路堪称是浓缩精华版的独库公路 同样是山路 同样道路齐险 同样景观丰富 眼看着离白石峰越来越近了 前方的车辆突然排起了长队 不知道因为什么堵车了 原来这里是63公里处的白石峰停车场 路边很多交警在维持秩序 停车场入口都被拦住了 看样子里面的车都停满了 此处确实无法停留 那就继续往前开吧 接下来要绕过白石峰 沿着山崖边盘旋而上 这一片应该是吴孙山北路的白石峰国家森林公园 可以看出以雪岭云山为主的树木 为山体披上了一件郁郁葱葱的外袍 可能因为前几天一招公路封路 今天刚开通 积攒的车辆比较多 路边一些小停车区几乎都停满了车 大概在66公里的地方 公路路面变成了土路 有可能这一段路正在翻新 瞬间尘土飞扬 还好这段土路只有几百米而已 大概路过67公里路盘 从山壁的阴泳中走出来 我们此时应该是走到了白石峰的南侧 接下来一段路还算比较平缓 一侧是垂直的山壁 另一侧是游深的山谷 恰巧前方又有一处停车区 迫不及待我要下车去看看山谷的景色 乌孙山又名天姆里克山或阿拉卡尔山 是查布扎尔西伯自治县与特克斯昭苏二县的界山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查线 没想到山里还有吹烟和粘房 前方又有一个小停车区 停下车来再看看 感受一下一步一景的美妙 继续往前走似乎还是在上坡 山坡上已经没有树木 只有薄薄的一层草垫 以及裸露在外的白石头 这一段公路还是很好走的 路边还有停车区 看看手机 现在海拔已经超过3000米了 正好前方有个小停车区再次停下车来 看看山下来时的路 攀山而上的山路对于司机来说都是一种享受啊 然后扫一圈 哇 转过吗 哇 我感觉我们看见这整个城 整个城是吧 太可爱了 现在也就 再往前走 估计很快就要到达武孙山的最高处 安格列特兵打板了 果不其然 转过两个弯道大概在75公里的位置 眼前出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停车场 同样也有交警维持秩序 但这里已经停满了车 交警提醒说 停到前面不远处的停车区就可以 开过来 这边还真的有几个车位 看看手机 现在的海拔是3170米 估计这里应该就是 一朝公路的最高点 安格列特兵打板了 小朋友们开开心心地下了车 准备爬上路边的山坡 山坡上有马尼堆 晶帆和粘房 还有水泥器的台阶 以及一块石碑 在这里还真是凉快 看看路边好像还有卖羊肉串的 小朋友们在山坡上玩了40分钟 大约中午2点10分我们继续启程 接下来就是一路下坡了 车在山坡上行驶 一朝公路仿佛一道巨猛缠绕在山体之上 车在山坡硬沉下显得格外的渺小 犹如挂在山间 每每遇到停车区 我都忍不住下车去看看风景 车在山坡上寻险 据说堪称山水画廊避暑圣地的琼波拉森林公园就在这里 随着车辆的移兴换位 车窗外的景色犹如一幅展开的画卷 琼波拉森林公园也拥有山中花园之美誉 下山的路开起来非常的顺畅 司机开起来喊锅银 虽然车速并不快 但我们仍旧被左右甩来甩去的 不知不觉我和小朋友们都有点晕车了 是不是早上吃的东西太少呢 正好前方83公里处有个停车场 停下车吃点东西吧 这边的山谷完全又是另一番景象 没想到山坡还有牛在吃草 小朋友们跟牛一起吃饭感觉还挺自然的 这里应该就是茶县与昭苏的分界处 昭苏也被称为全域旅游线 接下来的一段路被命名为 乌孙山地草原风景的 果不其然 满眼都是绿色的高山草甸 山坡上也多了许多牛马 走着走着前方有一处岔口 直接并入到了219国道通往昭苏的公路 走在昭苏境内的山谷中 急转的弯路几乎没有了 路边的景色变换很快 一片树连过后又是一大片草甸 路边山谷里有小河流淌 白色的沾房在河边绿草地上非常显眼 成群的牛马卧在河边无必的悠闲 山坡上的草甸与树林 也是一派生机勃勃 一路下坡看着车窗外的风景 在如此晴天之下 走过一周公路 大家的心情都是极其美好啊 大约下午2点5时 我们来到了乌孙山旅游服务区 同时这也是昭苏县的边境检查站 在这里要检查行程码 现在新疆都要求三天的核酸检测 我们上一次是在霍尔果斯做的 正好在乌孙山服务区这里也可以做核酸 那就停车休息一会儿顺便做个核酸吧 昭苏县是天马之乡 服务区里到处都是作为旅游纪念品的小马 另外还有两个吉祥物 昭昭和素酸 马是昭苏县的平衡 全是马 全是马 我们快点坐会儿了 在乌孙山服务区待了半个小时 下午3点20继续启程前往昭苏县城 接下来的路虽然不是一马平川 但也非常的好走了 路两边山坡上慢慢的全变成了草地 越来越多的牛羊马匹在山坡上吃草 感觉起伏的山坡都是毛茸茸的 不知不觉开进了羊群里 你看 哇 太可爱了 确实看着感觉特肥那种的是吧 脖色特别细 然后肚子特别大那种的 哇 是的 这个身上那个颜料都是他们的记号吧 嗯 后面没有羊马 看不见侧面 有 看不见 我直着走吧 这屁股忽伸伸伸伸 是 啊 小这 哦 mina 我 那 好久不見 真正 哎 叫的 汪洋大海呀 这咋过呀 啊 骑马是赶羊的 行 你去那边走 啊 哈哈 哇 哇 最后还是沐洋人骑着高头大马 才帮我们开辟了一条路 才帮我们开辟了一条路 重工图的路 出围之后再次加速前进 山坡上再次出现了树林 路边小河清澈明快 听到流水声就能感到一丝凉爽 河边有养蜂人还有自由自在的牛马 走出山谷 眼前是一座彩色屋顶的村庄 在一条岔路口 导航与路标冲突了 本着自在游玩的原则 我们还是决定跟着导航走 转过弯来 进入到了一段离音大道 透过离音大道旁的树林 可以看见漫无天际的大片大片的油彩花 在宜昭公路 从伊宁到昭苏 必然会经过大片的油彩花田 现在虽然油彩花盛开的季节已过 但依稀还能看见大片的黄色 离音大道的尽头就是五七七国道 没想到国道正在修路 不过去昭苏县城还算好走 国道两侧都是小麦 油彩花和玉金香 路边有个浪漫花 是花海的观景台 下车休息一会看看花海吧 路边近处都是小麦 远处能看到黄色的油彩花 中间还夹杂着一片粉紫色的花 不知是不是紫苏 看了火花 感觉这边气温比山上高很多啊 然后上车继续往西走 今天来昭苏还有几个景点要逛一逛的 其中一个就是位于县城西边的圣游庙 穿过县城来到圣游庙 可是一辆车都没有 圣游庙的大门也是紧锁 原来由于伊犁暴雨 临时关闭 圣游庙还没有开放呢 那就掉头往回走吧 招出圣游庙藏语称金吉林 蒙古语为伯格达下格松 时间于清光区24年也就是1898年 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清代庙语建筑群 也是新疆现存最完整的一座藏传佛教寺院 圣游庙不开门算是白来了 突然想起来 在乌孙山服务区有一个大牌子 碧原公告 上面确实写着 招苏的下塔 圣游庙和水帘洞都暂停开放 看看地图 招苏县城东边还有一处草原石人景区 为了保险起见 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是否开放吧 在得知草原石人正常开放之后 小朋友们心想终于可以下车跑着玩了 再次穿过招苏县城 按照导航提示转入一条小路 走到尽头就是草原石人景区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5时 今天的目的地是特克斯 正常的话 从招苏走577国道到特克斯只有60公里 估计一个小时就足够了 所以在草原石人还可以多玩一会儿 草原石人的游客并不多 只有几个散客和一个旅游团 走过一座大牌楼 眼前是宽阔的大草原 草原上沿着木栈道前行 在草原深处立着几个石头人 这就是草原石人 草原石人是以石材为主 雕刻得栩栩多多栩栩如生的人像 是新疆草原上的一大历史人文景观 它主要分布在阿拉泰草原和伊宁昭苏草原上 它与墓地有关 它们或随葬于墓中或者守卫在墓前 而且都是面朝东方也就是太阳升起的方向 小朋友们在墓栈道上跑来跑去的 没一会儿整个景区就剩我们四个人了 从草原石人出来正好是5点50 接下来要去的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目的地 特卡斯八卦城 本以为577国道修路只修一小段 没想到是修一大段 从昭苏到特克斯全城悲惨了 走在这条路上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在东北 从北极村到呼马县的那一段路 当时把车都开成坦克了 今天幸亏没遇到下雨 路面还算干燥 尘土飞扬的还好说 要是泥泞不堪估计又变成坦克了 大约晚上7点10分 眼看马上就要进入特克斯县城了 离老远就能看到八卦城边的太极艳摩天文 走进八卦城 小朋友们看着导航惊讶不已 咱们开进蜘蛛网吧 来到酒店感觉这里的检查很严格 看行政门 身份证 核酸检测证明 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安检 搬好入住手续 跟老板聊了聊 打听一下卡拉郡的情况 老板说你们来得正好 卡拉郡明天早上八点初心开放 老板又说你们还真算是幸运啊 从昨天起 在果子沟开始劝返江外的游客 据说江外的游客一律不允许进入伊犁了 预定客房的许多客人都退了房 这两天特克斯大街上游客少了很多呀 想想也是我们确实还算是幸运 在霍尔果斯虽然国门景区突然关闭 但及时离开避免了一些麻烦 在伊宁多等了一天等到一朝公路重新开通 至少现在已经身在伊犁 明天卡拉郡也能重新开放 在自然天气加疫情的双重影响下 我们基本上还算是一切都按照原计划在进行的 今天入住酒店时间还早 小朋友们开始写作业 我则先整理一下视频 晚上小朋友们要看看特克斯夜景 估计又会很晚才回来了 等小朋友写完作业都已经是晚上九点半 太阳马上就要落身 但天色还是很不错的 正好也不是很热了 出去玩吧 一出门就看到交警正在封路 原来到晚上天黑之后 中心广场环路是不允许走汽车的 这里都变成了步行街 方便游客们出来逛街游玩 12点以后才行 特克斯八卦城的中心是八卦文化广场 八卦文化广场的中心是一座太极天坛 整座城市中的街道按八卦方位 以相等距离相同角度 如射线般向外延伸出八条主街 每条主街长1200米 每隔360米左右设一条连接八条主街的环路 由中心向外依次共有四条环路 其中一环八条街 二环十六条街 三环三十二条街 四环六十四条街 为了不让人迷路 各街道都设置了方位说明牌 小朋友们绕了一圈去找邮局 想要写几封明信片 不过今天已经晚了 邮局都下班了 走到广场的西边有一座八卦城牌楼 现在太阳已经落山 但仅有的余光用照在牌楼上 还是会显出明亮的八卦城三个大字 牌楼内有国家历史文化名称托克斯石碑 好多小朋友在这里还找着面 看看表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赶紧找地方吃晚饭吧 好了一天 又是又累又饿的刚才 正好八卦城大牌放旁边的前街 也就是拥有花园之意的 勒巴格街 看上去好像是一条美食街 进去找个吃饭的地方就OK了 我还是老习惯 饿的时候就想吃拌面 正好有个拌面烧烤王 今天就连拌面夹羊肉串一起吃吧 小朋友点了个二节的炒面 又要了一份木耳肉炒面 另外还有十串羊肉串和十串牛肉串 有这几串肉足够他们吃了 还别说这拌面吃的是太过瘾了 吃完饭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 外面街上非常的热闹 小朋友们还想登上太极天坛看看 我于是花35块钱买了块烟 临时应急 太极天坛是晚上十二点关门 此时正好十一点半 一斩二十块钱那就上去看看吧 走进太极天坛 一层看上去像展览馆一样 介绍着特克斯当地的各种特色 二层也是一些展位 有个弧形大屏幕 放映着特克斯当地的旅游景区 沿着楼梯登上三楼就是太极天坛的天台 现在马上就要半夜十二点了 四下望去一环还是灯火辉煌 远处的摩天轮清晰可见 不过看这样的高度 恐怕坐上去也很难看全特克斯全城 小朋友们想了想 决定还是不去坐摩天轮了 快十二点了 工作人员催促着我们赶紧下楼 他们正在把天坛的入口用大木板子盖住 走 从太极天坛出来 小朋友们又想喝奶茶 我是喝不动了 站在极极草之一的阿克齐街 也就是对街的街边 静静地欣赏着特克斯的夜景 时钟悄悄地指向半夜十二点 果不其然 一环路交通管制解禁 路上的出租车和汽车立马多了起来 我提议回酒店去开车 在城里转一转 看看离街民俗村和特克斯城的标志悲群 曾经特克斯城里是没有红绿灯的 后来走的车多了 也就必须要有红绿灯了 晚上走在特克斯的大街上 沿着主街直着走还是很顺畅的 小朋友们看了看地图 不禁感叹 我们今晚是走不出支柱网了 很快我们来到了摩天轮下面 据说摩天轮的价格并不便宜 那这次就不做了 掉头回去走走二环路看看是什么样子 确实很多路口都没有红绿灯 不知不觉我就迷路了 最后终于在解放路阿扎提街 也就是坎尔街上 找到了特克斯的纪念碑 特克斯可以说是世界上保存最为完好的 规模最大的八卦城 现在已经是半夜12点多 街上的人确实也不多了 继续绕一绕 大约1点多回到酒店 小朋友们说 从家里出来到新疆 已经17天了 妈妈第一次开车走山路 尤其是一招公路下山的时候 她开得很过瘾 但把我们都给开晕车了 还别说 坐车跟开车真是不一样 尤其是一招公路 开起来特别的舒服 那被称为小独库公路的一招公路 到底有多好玩呢 咱们下期继续吧 同一个旅程不同的主张有什么问题 请留言 欢迎转发点个赞 最后 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记得关注三叔 我们不见不散 我会想到你 那是一招公路下山路 你不见不散